我們今天去台山游沙田 家裡乘搭81號的巴士 就來到長途的帝都酒店 那個長途車去台山的巴士站 那個巴士站就是前面這個 紅色這個 這個是巴士站 這樣就花了4小時 就去台山了 但是過了關之後就要轉巴士 轉另一個巴士 就是大陸的巴士 就去台山 去台山那個汽車總站 下車那個Hotel就在汽車總站的旁邊 那麼台山就是我的鄉下 那麼我們已經搜尋到 有台城可以暴行街買東西吃東西 那麼我們去看我們的鄉下台山 第四方浮石第四方 那其實就要乘搭車去的 那麼那裡已經有巴士進去那裡 那麼又台城又有巴士 就去到一個叫港海 港海就是很多漁船 是近海的 很多漁船呢 出海拿魚呀吃呀 就在那個碼頭拍 那裡就有一個漁村 有一個漁村 漁刃碼頭 那麼很多海鮮吃的 便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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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資源柱內有很多這些干貨買 那我當然會搜集啦 我們喜歡吃的 喜歡煮的那些 那麼這裡呢 對面就是叫新城市廣場第三期 那麼如果在沙田呢 就很方便的 就有兩個那些長途巴士去大陸 台山呀 東莞呀 開屏呀 就是所有的長途車呢 都可以在這裡可以上車 可以賣票 這樣 那麼我們去到台山呢 就再繼續拍了 OK 就這樣先啦 拜拜